大家好啊 再聊一聊美国总统大选 众所周知呢 拜登在7月初的总统大选辩论中啊 应该说是 让民主党人十分失望 根据当时的民主党的民调显示呢 大概70%几个人都认为是 特朗普董王呢 他会赢得总统大选 因为确实拜登的表现非常拉胯 充实了一种眼神呆滞 还有一些话呢 说的这种就是缺乏逻辑 感觉脑子好像有点犯晕 总之呢 看着冰痒痒 而且对很多问题呢 回答的也不在点上 那必然的回应期很多人的质疑嘛 就说你拜登到底有没有能力 继续担任总统 如果你担任不了 之后拉胯了 失败了 怎么办 于是很多这个民主党人的 开始考虑说 要不要要这个拜登换一下 换一个别的候选人 所以呢 最早是7月2号 就民主党这边的 内部的一些议员吧 就说 要不然再换一个 是吧 这其实是放了忌讳的 因为我们说什么呢 就跟打架一样 你不能不把这个手里的拳头啊 给它握紧 握成一个拳头 说你一手指头 就不行 所以这些言论呢 就会被视为是 民主党内部的一些 这个不和谐 不团结的一些言论 但是后来呢 这种言论越来越多 看最近的新闻呢 大概有那么几名民主党人 就在注册的 民主党人 他们公开说 要不要再换一个 是吧 当然你要看国内报道呢 比如说这篇啊 不查者网 他就会说呢 这个上上下下 对吧 美联社成捐款的金主 战略人士 国会议员 选民 对吧 等各种各样的民主党人 都认为拜登不再时任 下个总统任期 这好像就是 这种蔓延 很多这种焦虑情绪嘛 仿佛呢 拜登已经被民主党啊 整个抛弃了 但是其实现阶段 就只说现在 7月这个时间节点 还不至于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呢 是11月 确实没有几个月了 还有4个月 我认为这个事 如果真要换的话 大概是在8月的时候呢 才能 敲定 但留给民主党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对吧 你就是换一个 现在替代人是不是 你别让他这个选举 你的广告 共和党都开始 做了自己的 这种循环的演讲啊 路演呀 明招啊 暗招啊 开始频繁出手了 包括说 给这个特朗普定罪 让他这个成为 有可能成为第一个 有戴罪之身的美国总统 这些套路都玩了很长时间了 结果呢 到7月份辩论 拜登拉垮了 掉链子了 所以民主党也很为难 包括说 你看这个 民主党那边的领袖 杰弗里斯 他是相当于跟 舒默那样的 属于民主党那部大佬 他呢 也与民主党高层 举行了一次 叫做不同寻常的周末会议 至于说的啥呢 你也不知道 人肯定也不让你知道 对吧 但是大概率就是说 我们怎么办 是换不换拜登 对吧 如果不换拜登 我们这个策略怎么调整 宣传策略啊 之类怎么调整 如果换拜登 那换谁 这就是个问题了 当然民主党内部呢 目前呀 其实还是把这个 整体的竞选策略呢 围绕在这个拜登周围 就是现阶段 肯定我们要把这个盘子 给抓稳 因为你还没有定出来 谁来接替拜登 那现阶段 你不能先内部 先乱了军心嘛 你只能给你的金主啊 给你的选民说 我们依旧非常坚定的 支持拜登 你看比如说啊 民主党一些主要领导人 包括前中医院的议长 佩洛西 中医院的这个议长 克莱伯恩等等啊 他们都呼吁说 应该团结在拜登周围 这没辙 这是个保守牌 然后那继任者可能是谁 目前没起推测呢 大概是这三位 首先是这个 梅西根州的州长 格雷琴 其次呢是加州的州长 加文纽森 就是左边这哥们啊 这个白头翁 当然特别没那么白呢 因为他只是四周到了 但是一看长得特别的 这种典型的这种 美式白人的经营主义啊 当然还有这个 目前来说吧 身亡最高的可能是 副总统哈里斯 国内叫贺锦丽是吧 那稍微说说这三位候选人 跟那些履历吧 就简单说一下 因为太长了不好说 先说左边这哥们啊 加文纽森 他是加州的州长 而且这哥们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是一直属于那种 怎么说呢一帆风顺吧 就是一直很坚定的 走了美国的高层的政治经营路线 就是一直有从政 但是呢 但说实话 加州在他这里之下 你感觉呢 好像比较乱 为啥呢 你先国内媒体 对不对 今天报加州各种乱象 满达街的都是这个 这个吸毒的大麻的呀 流浪汉满街都是 你像那个知名的一些 这种润人大军 他们发生地都放在加州 因为确实呢 东部的润人少一些 一般有润人坐飞机 都是先去西部嘛 那当然是加州这个地盘 中部都少 所以中国的润人 都选择去加州 因为确实也比较暖和一些吧 你就是没有地方睡 那你睡外边 也冻不死 大家这么个情况 就导致国内观众 对于加州的印象就非常差 但你说加州是否能住人 那肯定还是能住人的 对不对 那毕竟像什么硅谷啊 什么好莱坞啊 都在那边 它是文化经济等等的这个中心 本身农业也很发达 对不对 就是条件呢 得天独厚 要钱有钱 要文化有文化 有科技有科技 什么都有 对吧 它是大州 你看他这个乱象呢 是他在某些街区里边的一种情况 好比说玩玩过这个GTA 对吧 国内翻叫侠斗列车嘛 GTA 那里边也在加州嘛 那你说你加州 你觉得啊 那这就是满街就开枪 是不是 这这门人住人了 其实也不至于 他乱中自有一种平衡 对吧 所以加州在民主党内部 他是一个绝对不会摇摆的民主党的这么一个州 那这种州 他是铁铁的这个民主党票仓 他的票绝对不会跑 你就是换任何一个人 换只狗 你当这个加州州长 他大概率呢 也是能当选的 所以你说选这么一个人 去参与美国总统大选 有没有帮助 帮助什么 就是他的知名度可能会比较高 但问题是什么呢 加州本身就是民主党的一个铁票仓了 那他对于一些中间派的这种选举帮助就不大 因为美国选举的不是只选 说一人一票 他是选各个这个州 哪个州胜出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加州既然已经胜出了 我在这继续施加努力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意义 对 所以大家的这个视线呀 更多的会倾向于一些摇摆州 就比如说啊 密歇根州州长 对吧 密歇根州 因为密歇根州属于这种点这摇摆州 他可能是共和党 也可能是民主党 那现在的州长呢 格雷琪 惠特末 他就是等于战胜了当年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当选了一个民主党的州长 还是个女的 对吧 所以他的政治履历呢 肯定是没有像这个 加州州长 加米纽森 什么光贤 人家一家的就是这种旅历啊 这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世家 人家一直就玩政治的 他不像这个 格雷琴惠特末 就你说国内有多少关于他的报道 几乎很少 没有 我记得上一次的报道还是 呃 可能是有这种美国的民兵组织 就是共和党这边的偏极端右翼的 他呢 试图绑架 啊 格雷琴惠特末 对吧 这是我印象中他上次的一个新闻 还是几几年的两三年前之前了啊 而不像你看 你看这谁吧 像这个 加文纽森 啊 他作为加州州长 他一直来说呢 民主党我觉得民主党民主党玩阴的 但你会发现呢 基本上愿意来中国访问的 几乎全都是民主党人 共和党几乎是没有人来中国的啊 你回忆一下是不是 对不对 当然了 我知道大家国内话术一般是说呢 说这个啊 共和党啊 我们这次啊 就是玩明的啊 他不玩暗的啊 这个民主党人都是暗磋磋的在底下是手腕 对吧 但是你说啊 你就是你从任何共和党人口中听过中国的任何好话吗 没有吧 对吧 还是的话 你再喜欢特朗普贸易战是他发起的 制裁华为是他发起的 包括这个新冠啊 说这个起源问题 颇当学也是他 他就是臭流氓 骂街 对吧 他跟你绝对没有任何往来啊 这么一个人 而民主党呢 是什么呢 他跟你搞竞争啊 他明白上这光鲜的亮丽的功夫呢 你给你做够了 对吧 底下呢 他不论是这个拉庞结派呀 打压你呀 安徒徒的这个 使坏呀 他是这么个人啊 他是一种就是伤人之言的竞争手段 你看 加油纽森 是仰望是吧 我没买过比亚迪啊 整的不错 我整两两 对吧 很多这个国内是把他当成一个亲中分子来报道的 甚至他因为这个事呢 还回国之后啊 受到很多人抨击 像一些中文的海外的这些粉的自媒体 对吧 就是就抨击啊 贾文纽森说你这是亲话 对吧 你看他是不是通中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贾文纽森上任 接替特朗普的概率极低 因为对于民主党来说呢 几乎是没有利益可图大 他要是想赢得大选 必须把这摇摆中拿下 那从这点来说 啊 格雷琴 惠特末啊 是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而且还是个女的啊 现在对不对 嗯 老白男不管用了 那是不是找一个这种女性牌 当个女总统 是不是 有种可能性 对吧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呢 哈里斯 那可能更大 为什么呢 他不但是女总统 而且他是当年跟拜登党内竞选啊 应该说是齐平 排名第二啊 所以他今天排名第二嘛 所以成为了拜登的这个竞选助手 也成为了副总统 而且你从血统来说 哎 这个副总统哈里斯 对吧 我们喝尽力吧 他其实光环叠的更多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他是印度裔和非洲雅美加裔 两边的浑血 你看印度裔对吧 一个东亚裔对吧 然后呃 黑人啊 这个非洲裔雅美加 而且呢 他的老公是犹太人 你就是这个buff点满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点来说啊 哈里斯 他的从政经验也更多 而且正儿八经的 接受过这个总统大选 啊 相同的一些锻炼 不是从经验履历 还是从光环来说呢 他的光环更多 当然了 国内一般 报道哈里斯 是单个小丑 笑料来报道的 比如说 欧武战争 他坚定的 说了很多暴论 支持乌克兰啊 什么之类的 包括对于咱们的这个 很多这个人权问题 也置着点点啊 所以国内对于哈里斯的报道 几乎是没有正面的 而且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政治上的一些亮眼表现 对吧 反正目前 就你们三个人 你要我说呢 谁的可能性最大 我认为大概率呢 可能还是哈里斯 是拜登镇下来之后的一张保守牌 可能性最低的 应该是这个 还能说比较亲中的 这个加班纽森 就是加州州长 其次才是这个格雷奇 赫特末 还有有人爆料呢 这个赫特末特别逗 他说支持哈里斯 他说我继续支持拜登 对吧 你别说这个别造谣啊 我跟拜登关于好呢 结果发现 他给的这个 捐钱的连接 是自己的 这女的是不是开始动心子了 行吧 他看些补充的一些资讯吧 目前呢 公开声明说 不再给民主党捐款的 那有谁呢 比如啊 迪士尼公司的继承人 阿比盖尔迪士尼 加入了呼吁拜登退选的行列 说他将计划呀 停止向民主党捐款 直到拜登退出选举 对吧 这属于重头的 还有一些像什么卡拉维尔 尤尔韦特 没听话 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算他呢 就是每年都捐这个500万 然后呢 本次是500万啊 说这个上次选举 他向民主党捐了3000万 这是大金主了啊 他也说 对吧 那个我们提议就是说 怀疑人 所以说这个队列 可能会越来越大 所以民主党也很慌 他需要尽早 定下一个主心骨 到底是 我们就打出不换了 那这些钱拿不着了 还是说我们尽早换一个 给人吃些定心玩 都要看 行吧 今天新闻说得理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推荐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